哈喽大家好我是阿春 我现在在深圳的南山区科技园这边 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18点左右 这个时候正好是很多公司很多单位下班的时候 很多朋友可能也比较好奇 深圳的南山区作为最强的一个区 下班以后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今天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 他能够做到深圳的地强区 难道他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点了 我们看到马路的对面还有两位大叔在那里施工 不知道他们是还没下班的 还是说上班的时间点不一样 我们城市的建设离不开他们 深圳建设的这么美好 真的有他们的一份功劳为他们致敬 现在是到了晚上 路边的灯光都亮了起来 照亮了整个城市 深圳有很多的外地人 外地人比本地人还要多 特别是湖南省的最多 所以深圳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城市 有句话说的很好 来了就是深圳人 所以大家都相处的很好 并没有相互排斥 路边有很多的大巴车 大家看一下 这些大巴车是用来接送员工的 等公交的人好像不是很多 可能选择了其他的交通工具 因为深圳的交通比较发达 可以选择地铁 可以选择公交 也可以自己骑共享单车 所以回家的方式比较多 大家看一下 这些都是自己骑车回去了 骑车比较环保 如果你住的不是很远的话 那你也可以选择走路回家 好多人也是选择走路回家的 不过看到骑共享单车回去的 还是很多的 因为骑车比较环保 还能锻炼身体 而且它的价钱也不是很贵 一般就是一个小时 一块五吧 这位应该是建筑工吧 他们也下班了 这边有很多小车 过来接送上下班的 有可能是过来接他的老婆 接他的老公回家 很多人也选择开车回家 不过这个时候应该会比较堵 大家都是这个时候回家 想想看肯定会很堵的 对面的邮报小卖部 晚上这个时候都是开门的 这家饭馆的生意比较好 大家看一下 好多人排队啊 他的饭有那么好吃吗 所以人多的地方比较好做生意 不管是什么样的生意 卖衣服的也好 餐馆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生意 都是一样的 大家看一下 里里外外都是人 这边是另外一个店 生意也是比较好 大家看一下 店内都是满了 有可能大家都是这个时间点下班 所以他用餐时间比较集中 这边这个陕西手工面的 生意好火爆啊 每次都是满的 这些写字楼的上面 好多人也是陆陆续续的下班了 有可能他们是早上的九点半以后 才上班的 所以他们下班的时候 也是稍微慢一点 深圳是叫外卖最多的城市 所以这边的外卖业务比较发达 这是肯德基外面的 随时待命 这些骑手现在应该是比较忙的时候了 因为大家都集中这个时候点餐 还有中午的时候也是很忙的 他们都送不过来 他们赚钱的时候 也是这两个时候 这位清洁工大叔 可能是比较累了 坐在那里休息一下 这位保安还没有下班 还在那里默默的牵手岗位 这个时候的深大地铁站门口 人流量比较大 好多人选择这个时间点回家 源源不断的从四面八方涌过来 所以深圳地铁的利润比较高 全国第一 坐地铁的人比较多 而且他的人流量比较大 人口密度也比较大 这个门外板地的生意肯定比较好 因为这里人流量比较大 总有人要买 深圳里有很多地方是限电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位置就是限电了 之前这里都是灯火通明的 现在这里都没有灯光 哇 对面漂亮的小姐姐 还没有下班 还在监守岗位 晚上所有大楼的灯光都亮起来了 很多人可能就是为了心中的梦想 在深圳默默的奋斗 有可能经常性的加班 所以很多人早早就掉发了 特别是一些程序员 所以这边的直发环告 也是最多的一个地区 可以说是投放的非常的精准 2020年南山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达到6500多亿元 位列所有区的第一名 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 取得这样的好成绩 离不开大家的默默付出 好 今天的视频就快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点赞 关注 评论 我们下期 拜拜